我有点脾气不好 但是对媳妇特别好 就宠子媳妇 谁是个媳妇谁不心疼 成年你咋咋的呀 我给人印象也不温柔 那咱俩都这样哥哥 还长一块去呢 宠妻狂魔大爷来相亲 在他胸巴巴的外表下 却有着一颗对妻子柔弱的心 那今天面对有着女汉子性格的张大妈 大爷又会做何选择 王强66岁 丧傲 退休金3000元 无子女 叔叔这院子里头这些怎么不食道食道呢 我这不刚活着才一个月 上哪去了 上海南的 上海南干啥去了 冬天避暑 王大爷如今 一个人住在卡伦镇的一个农家院里 一进院 红娘就发现了一样东西 这怎么酒瓶子都堆成山了呢 冬天说他们给我看家 他家他们就把人喝 王大爷说 这些酒都是冬天帮他看家的朋友们喝的 可见王大爷的人缘还不错 以前我还在铁路红团呆过呢 是吗 那您是唱歌啊还是啥呀 唱歌 说起自己的从前 王大爷显得很自豪 甚至他还当面给红娘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歌喉 其实王大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汉子 年轻时他有了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 虽然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但他们的夫妻二人确实相当恩爱 在00年 他和妻子在农村买下了这个院套 本打算能在这里过几年快乐的田园生活 可没成想在一二年 妻子就因病去世了 在妻子离开后这十年时间里 王大爷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这期间他曾经吃过多少的苦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在这个房子的屋里无外 处处都留下王大爷 一个男人独自生活的缩影 如今这个家被依然保持成 当年妻子在世时的模样 柜子还在 被褥不换 衣服不扔 似乎一切还都是当年的样子 可唯独那个心爱的人 却再也回不来了 当时我俩行的上农村的乡府 到那儿都有病了 你想想把我侧我媳妇十二年 一勺一勺胃翻身 没得过入窗 下单时候天天给他擦 那你不觉得城里的生活 什么各方面呢会更方便一些 原先我就要在唐一路那家有房子了 有房子就为了给他治病 房子我都卖 王大爷告诉红娘 他们搬到农村没多久 妻子就生病了 为了给妻子治病 他不惜卖掉了城里唯一的住房 妻子卧床十二年 他就尽心尽力地伺候了十二载 一转眼妻子已经走了十年了 如今已年近期循的他 想要重新回到两个人的生活 对于未来的老伴 他已做好了下面的打算 根据王大爷的条件 红娘马上给他物色到一个合适的大妈 杨云平 68岁 丧欧 退休金三千元 杨大妈是一个性格豪爽的女人 说话直接 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十年前 他的老伴因病去世 这些年 他一直一个人生活 如今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去农村过自己 向往已久的田园生活 对于未来的老伴 他的要求也比较干脆 性格得豪漫一些 尤其男人 就斤斤鸡脚 看着眼皮 我不喜欢 了解了杨大妈的要求后 红娘决定 马上安排两人见个面 给您介绍一下 杨云平阿姨 王强叔叔 你好 一见面 王大爷对杨大妈的印象就不错 眼圆还挺 第一眼眼最好 你喜欢的味性跟他 百分之百和尚吧 杨大妈却被王大爷的外貌 吓了一跳 这个人咋个牛子胡子呢 那印象呢 印象还行 当得知王大爷 是一大早坐了三个小时的车 才来到这里 作为东道主的杨大妈 立刻豪爽的给大家切起了西瓜 别看他俩是第一次见面 但彼此相似的性格 却让二人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那份本该有的居住 而王大爷更是开门见山的 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听了王大爷的情况 杨大妈也介绍起自己相似的经历 一提起自己去世的妻子 王大爷竟忍不住山人类下 据王大爷讲 他和妻子从小就青梅竹马 一起上小学中学 一起下乡 后来又一起去农村买房 这段段美好的回忆 在王大爷的脑海中 形成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直到临终前 妻子口中呼喊的 依然是他的名字 虽然妻子已经离开他十年了 可每当提起新娘的妻子 这个高大的男人 总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也坦言这十年之所以从不触碰感情 就是怕对不住他那曾经最爱的妻子 看着王大爷对前妻如此的一往情深 念念不忘 红娘有些担心 对接下来即将开始的这段感情 她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那杨大妈对此又会是什么想法呢 这十年了 因为你也想开始新的生活了 你这种做不成 最好是把它 你要说忘掉吧 这不可不存在 我想法是他俩感情挺神 太神 是不是 但我从来不在众人面前调眼 我给我老婆喝完 把这些全程走完之后 我都没调眼 都没瘾似乎的 小酒一喝 那眼泪就哇 对于同样失去了另一半的杨大妈 她又怎么会不理解那份刻骨铭心的骚骚之痛呢 但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王大爷心里清楚地知道 既然自己已经选择了相亲这条路 就要把她漂亮地走下去 接下来王大爷当着杨大妈的面 向她表起自己的决心 你知道我们那家都一打听 打听了小年 当那家谁都知道 小年是啥 老黑 我就刺我媳妇都出磨磨磨的 我有点脾气不好 但是对媳妇特别好 就虫子媳妇 说句实话 杨大妈身知自己女汉子的性格 她担心将来和王大爷走到一起 二人会不小心处成兄弟 但没想到王大爷却不这么想 他对杨大妈几乎是百分之百满意 怎么说呢就是挺和羊的 没有说不得劲的事 我要给他打分的情况能打百分之九十八的 就在二人的相亲即将陷入僵局时 没想到接下来二人的一个共同爱好 却把两个人的距离 瞬间拉近了不少 王大爷喜好喝酒 杨大妈喜欢小卓 王大爷爱喝酒这个别人眼中的缺点 到了杨大妈眼里 却变成了二人日后沟通的桥梁 王大爷见状竟直接坦白了一个秘密 杨大妈一听不但不怪罪 反倒说出下面一番话 或许是遇到对的人 就什么都顺理成章了 现在两个人是吃能吃到一起去 喝也能喝到一起去 接下来杨大妈竟然改变了态度 主动出击 完了你对我打仰 我得主动了 我这主动出击 刚才都说的挺好 那两个人咋想了 听老王通知的 我听你的 他还听我的呢 我就说咱俩就出吧 出会儿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天 你觉得二人到底能不能相伴到老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